每天十分钟听老杨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一起读《红楼梦》第四回 雨村听了一探道 这也是他们的孽障 遭遇亦非偶然 不然冯渊如何偏执看准了这英联 这英联受了拐子这几年折磨 才得了个头路 且又是个多情的 若能聚合了倒是一件美事 天佑生出这段事来 这薛家总比冯家富贵 想其为人自然姬切众多 淫逸无度 未必及逢渊定情于义人者 这正是梦幻情缘 恰于一对薄命儿女 切不要议论他 纸目睛这官司如何抛断才好 门子笑道 老爷当年何其明觉 今日何番成个没主意的人了 小的闻得老爷补生此任 一系贾府王府之力 此薛盘既贾府之老亲 老爷何不顺水行舟 做个整人情 将此案了结 日后也好见贾王二公之面 语村道 你说的何尝不是 但事关人命 蒙皇上隆恩起父伪用 时事重生再造 正当丹金竭力图报之时 岂可因私而废法 是我实不能忍违者 门子听了冷笑道 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 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 岂不闻古人有云 大丈夫向时而动 又曰趋及避凶者为君子 依老爷这一说 不但不能报效朝廷 一切自身不保 还要三思为妥 语村低了半日头 方说道 依你怎么样 门子道 小人已想了个极好的主意在此 老爷明日座堂 只管虚张声势 动文书发签拿人 元凶是自然拿不来的 元告故事定要 自然将薛家族中 及奴仆人等 拿几个来拷问 小的在暗中调停 令他们报个暴病身亡 何族中及地方上 供递一张宝城 老爷只说 善能伏击请先 堂上设了基坛 令军民人等指管来看 老爷就说 基先批了 死者冯冤与薛盘 原因素孽相逢 经狭路际遇 原因了结 薛盘经已得无名之证 被冯魂追索已死 其或皆由拐子某人而起 拐卖之人 原系某乡某姓人士 案法处置 鱼不累及等语 小人暗中嘱托拐子 令其识招 众人见 基先批鱼与拐子相辅 语者自然也都不虚了 薛家有的是钱 老爷断一千也可 五百也可 与冯家做烧埋之费 那冯家也无甚要紧的人 不过位的是钱 见了这个银子 想也就无话了 老爷细想 此计如何 语村笑道 不妥不妥 等我再斟酌斟酌 或可压服口生 二人记忆 天色已晚 别无说话 至次日座堂 勾取一印有名人犯 语村详家审问 果见冯家人口稀疏 不过赖此 欲多得些烧埋之费 薛家仗势以情 偏不相让 固执颠倒未决 语村便寻情枉法 胡乱判断了此案 冯家得了许多烧埋银子 也就无慎说话了 语村断了此案 急忙作书信二封 与贾正 并经营节度使王子腾 不过说令生之事已完 不必过滤等语 此事皆由葫芦庙内之沙尼 新门子所知 语村又恐他对人 说出当日贫贱时的事来 因此心中不大乐业 后来到底寻了个不适 远远地冲发了才罢 当下言不着语村 且说那买了英连打死冯冤的那薛公子 一席精灵人士 本是书香济世之家 只因如今这薛公子年幼丧父 寡母又连他是个孤根独种 未免溺爱纵容些 随之老大无成 且家有百万之父 献领着内躺钱粮采办杂料 这薛公子学名薛盘 字表文龙 今年方时有五岁 性情奢侈 言语傲慢 虽也上过学 不过列十几字 终日唯有陡击走马 游山玩井而已 虽是黄商 一应经济世事 全然不知 不过赖祖父旧日勤奋 户部挂须名 知领前粮 其余尸体 自有旧伙计 老家人等错伴 寡母王氏 乃现任金银节度使 王子滕之妹 与荣国府贾政的夫人 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 经年方四十上下年纪 只有薛盘一子 还有一女 比薛盘小两岁 辱名宝钗 生得鸡骨银润 举止咸雅 当日有他父亲在日 酷爱此女 令其读书识字 较之乃兄 尽高过十倍 自他父亲死后 见哥哥不能体贴母怀 他便不以书字为事 只留心真旨 佳绩等事 好为母亲分忧解劳 近日因上从师上礼 争采采才能 将不出世之龙恩 除聘选非平外 凡示唤名家之女 皆报名达部 已被选择 为公主 郡主 至入学陪侍 充为财人 善善之职 二则自薛盘父亲死后 各省中所有的买卖成局 总管 伙计等人 见薛盘年轻 不识事事 便趁时拐骗起来 京都中几处生意 意见消耗 薛盘素文德都中 乃第一繁华之地 正思一游 便趁此机会 一为宋妹试选 二为忘卿 三因亲自入部 消算旧账 再寄新知 其实则为游览上国风光之意 因此早已打点下行装细软 以及窥送亲友 各色吐物人情等类 正择日已定起身 不想偏欲见那拐子 宠卖英莲 薛盘见英莲生得不俗 利益买了 又欲冯家来夺人 因世强贺令 家下豪奴 将冯元打死 他便将家中事物 一一托主了族中人 并几个老家人 他便同了母妹等 静字起身长行去了 人命官司一事 他却视为儿戏 自卫画上几个臭筒 没有不了的 在路不计其日 那日已将入都时 却又闻得母舅王子腾 生了九省统治 奉旨出都查编 薛盘心中暗喜道 我正愁进京去 有个敌亲的母舅管辖着 不能任意挥霍挥霍 偏如今又生出去了 克之天从人院 因和母亲商议道 咱们京中虽有几处房舍 只是这十来年 没人进京居住 那看守的人 未免偷着租赁与人 需得先与几人 去打扫收拾才好 他母亲道 何必如此招摇 咱们这一进京 原是先拜亲忘友 或是在你舅舅家 或是在你姨爹家 他两家的房舍 即是方便的 咱们先能着住下 再慢慢地招人去收拾 岂不消停些 薛盘道 如今舅舅正生了外省去 家里自然也忙乱起身 咱们这功夫 反一窝一块地奔去了 岂不没眼色些 他母亲道 你舅舅家虽生了去 还有你姨爹家 况这几年来 你舅舅姨娘两处 每每带信稍书接咱们来 如今既来了 你舅舅虽忙着起身 你贾家的姨娘 未必不苦留我们 咱们且忙忙收拾房舍 岂不使人见怪 你的意思我知道 守着舅舅姨爹住着 未免拘谨了你 不如你各自住着 好任意失为的 你既如此 你自己去挑索宅子去住 我和你姨娘姊妹们 别了这几年 却要厮守几日 我带了你妹子 去投你姨娘家去 你倒好不好 薛盘见母亲如此说 情之拗不过的 只得吩咐人夫 一路奔荣国府来 那日王夫人 已知薛盘官司一事 窥甲与村就终 维持了结 才放下了心 又见哥哥生了边缺 正愁少了娘家人 亲戚来往 略加寂寞 过了几日 呼家人传报 姨太太带了哥儿姐儿 何家进京 正在门外下车 喜得王夫人 盲带了媳妇女儿 人等接出大厅 将薛姨妈接了进来 姊妹们 暮年相见 自不必说 悲喜交集 气笑续阔了一番 盲又引了拜见贾母 将人情土物 各种仇献了 各家聚私见了 盲又窒息接风 薛盘已拜见过贾正 贾脸又引着拜见了 贾舍贾真等 贾正便使人上来 对王夫人说 姨太太已有了春秋 外审年轻不知世路 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 咱们东北脚上离乡院 一所十来间白空闲 赶着打扫了 请姨太太和哥儿姐儿 住了甚好 王夫人未及留 贾母也就遣人来说 请姨太太就在这里住下 大家亲密些等语 薛姨妈正欲同居一处 方可拘束些儿子 若另住在外 恐她纵性惹祸 随莲王道谢应允 又私与王夫人说明 一应日用供给 一概都免阙 方是储偿之法 王夫人知她家不难于此 随任从其愿 从此后薛家母子 就在离乡院中住了 原来这离乡院 乃当日荣公 暮年养尽之所 小小巧巧 约有十余间房舍 前厅后舍俱全 另有一门通街 薛盘家人就走此门出入 西南有一脚门 通一夹道 出了夹道 便是王夫人正房的东院了 每日或饭后或晚间 薛姨妈便过来 或与贾母闲谈 或和王夫人相续 宝钗日与黛玉迎春姊妹等一处 或看书着旗 或做真旨 倒也十分乐业 只是薛盘起初之心 缘不欲在贾宅中居住着 声孔姨父管约居景 料必不自在的 无奈母亲执意在此 却贾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 只得暂且住下 以免使人打扫出自家的房屋 再做移居之际 谁知自在此间住了不上一月的日期 贾宅族中凡有的子职 聚已认赎了一半 凡是那些顽固气息者 莫不起他来往 今日会酒 明日观花 甚至聚赌嫖娼 渐渐无所不至 到引诱的薛盘比当日还坏了一倍 虽说贾宅殉子有方 至家有法 一则族大人多 照管不到这些 二则现任族长乃是贾宅 彼乃宁府长孙 又现习职 凡族中大小尸体 自有他掌管 三则公私冗杂 且肃性潇洒 不以俗物为要 每攻侠之时 不过看书下棋而已 于是多不介意 况且这离乡院 相隔两层防舍 又另有接门别开 任意可以出入 所以这些子弟们 竟可以放逸唱怀地闹 因此 随将移居之念 渐渐打灭了 贾宇村的虚情假意 在这一回 坦漏无疑 他满口忠君爱国 但还是用了门子的建议 用完对方的建议以后 最终还把人家发配了 支批反复说 他就是满嘴假话的奸雄 并且著名这里 是千里浮现 显然在原来的完整版中 门子还会出现 甚至还会有翻转的剧情 这也是为什么 八七版电视剧中 有一个镜头 就是门子当了官 贾宇村入了狱 不写宝钗 先写削盘 这是作者介绍主人公 常见的一个写法 我们通过这两个人的对比 就越发能看出 宝钗的好 削盘的坏 也就是文中所说的 宝钗高过哥哥十倍 请注意这里写了削盘是15岁 宝钗比削盘小2岁 也就是13岁 对比之前提过的 7岁的宝玉 6岁的黛玉 宝钗其实要大不少 所以宝钗被称为宝姐姐 而且明显 宝钗要比宝玉黛玉成熟很多 有一点提醒大家注意 宝钗进京的目的 并不是去投亲访友 而是去聘选妃平 薛家的没落是显然的 因为他们家里边 已经没有能经营管理的人了 而祖上继承的旧日勤奋 也几乎用尽 如果宝钗能备选入宫 那么薛家就有可能 像贾家一样 重新拥有一个家族复兴的机遇 所以选秀对于薛家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后文中呢 没有再提这件事 显然宝钗没有被选中 有人说正是因为如此 才出现了金玉良缘的阴谋 也才导致了宝带钗的复杂矛盾 大家可以在后文中留意和验证这个说法 王子腾在整本书中都没有正式出场 但他却是四大家族中官位最高的一个 他的地位高低 其实会影响整个四大家族的稳定性 同时也会映射在王夫人 王熙凤 薛宝钗母子身上 虽然作者没有明显 但很显然 贾政宝局贾宇村 也是因为有王子腾帮忙 才很快成功的 不然贾宇村不用给王子腾写信 所以后续 王家对贾家的影响是必然发生的 本回末先是说 黎香苑是荣公暮年静养之处 然后再写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 所以被薛盘用来胡作非为 这种强烈的对比 更反称当时已经是事丰日下 同样的地方交给不同的人 会带来完全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结果 而文中特别说明 这并不是贾政不作为 其实就是反过来说 是因为组长贾政不作为 也就是下一回我们看到 叛词中间的一句话 蔓延不孝皆容出 造性开端实在宁 这其实也为后文 秦可卿的故事出场 埋下了伏笔 下一回是《红楼梦》中 最重要的一回 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尽 老杨在这里等你 让我们一起继续读书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记得收藏 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下集再见 这是你 如果说过来 估计 又或者 Shaft 就可能 发明了